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从技术特点来说 区块链有不可篡改 全程留恒 可以追溯的特点 那区块链的应用范围按照设不设计Token 又分为两类 一类是设计Token的应用 一类是不设计Token的应用 今天我们讲讲利用区块链治理结构的不同 但是不涉及到Token而产生的应用 我们用存储证据这个场景来讲解一下 因为不涉及到Token 那么区块链完全就是作为一个分布式的数据库 或者一个中心化的数据库来使用 就是记录信息的 如果是公链或者联盟链的形式的话 就可以由多个完全不相干的主体一起来记录信息 每个人都有一份数据 那如果是中心化的形式 就有这个中心化的机构 以一个单位来记录信息 就成了中心化的数据库 那我们先来讲一讲在公链上怎么存储信息的 那不管是发起交易的人 还是矿工都有机会存信息存在公链上 由于比特币这样的网络有很多节点共同在记账 已经有了非常高的信誉了 除非分岔 否则信息就会永远保存下来 在这条链被大家认可的这条链上保存下来 别人都不能改 那我们原来曾经讲过 如果要改变比特币的历史 要分岔是多么难的 也是多么贵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629999这个区块里 就是在比特币减半的区块 63万这个区块之前的那一个区块 那挖到这个区块的矿工呢 也就是矿池F2Pool这个矿池 他们在这个区块里写了那么一条信息 这个信息是说2020年4月9号 纽约时报 也就是New York Times 发表的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里的内容是说 美联储向市场投放了2.3万亿的救赎资金 这个美联储的救赎资金 这一次远远超过了2008年的救赎资金 大家知道这个中本正创立比特币之初呢 他也写了这么一个新闻说 这个第一次金融危机 也就是2008年的时候 这个救赎资金有多么大 那么这个消息相当于是对那个消息的呼应 就是在2020年又有这个救赎资金是非常大的 那我们看到这条信息呢是存在已经具有高度信任的比特币网络上 除了把这个内容记录在已经有了这种非常好的信誉的区块链网络呢 我们还可以去创建一个能够获得大多数人信任的区块链网络 然后也把证据存上去 但是创建一个大家都信任的网络是非常难的 大家也知道 这个时候中心化的机构就可以利用自身的信誉 联合一些机构创建只有少数机构参与的联盟链 或者说中心化的机构自己来建立撕裂 这个时候呢就完全是靠这个联盟链里面的机构 或者这个中心化机构自私的信誉 而使得大家相信信息存储在这个区块链网络上 不会被随意的篡改 也不会被这些联盟链里面的机构篡改 那我们讲讲在联盟链上存储信息的这个应用 我们回想一下以前讲过的这个哈希函数的两个特点 第一已知哈希函数值 我们不能倒推出原始信息 我们看到这么一个哈希值的这个字符串都懵了 根本也不想猜它原始信息是什么 所以这个哈希值呢 它是保证了原始信息的保密性 第二个特征 两个不同的原始信息 得不到同一个哈希值 就说大概率上我们找不到两个不同的原始信息 找不到的让他们的哈希值相同 就像两个人不管你是不是双胞胎 不管你长得有多像 但是你们的指纹是不一样的 只要不同的人指纹都是不一样的 这就表明了哈希值和原始的信息 有一一对应的关系 原始信息只要改了一点点 它对应的哈希值就不同了 那利用这两个特点呢 存储证据的应用就产生了 现在有很多存储证据的应用场景 比如说我们拍摄了很多很好看的照片 或者是写了非常优美的文章 我们非常担心以后会有人滥用我们的文章或者照片 盗窃内容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平台把这些原始的电子形式的文件呢 产生一个哈希值 产生哈希值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这些原始信息的一个保密性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哈希值呢存在一个大家都非常相信的联盟链里面 而这个联盟链呢还引入了这个非常有公信力的监管机构 比如说法院作为节点 那么我存储的这个电子文件的哈希值 就同时会在这个法院那里也有一个备份 那就像是腾讯主导的这个企鹅号 它是一个内容生产平台 我们每一个呢都可以把自己生产的这些文件啊 或者是原创的文章啊存在那里 那么企鹅号就会把这个文件对应的哈希值呢 存在一个联盟链里面 这个联盟链它可以是建立在这个腾讯主导开发的 这个自信链这个区块链技术平台上面 那如果有人呢在我存了文件之后 抄袭了文章或者使用了我的照片 我就可以把这个早就存储在 这个联盟链上面的哈希值作为证据提交给法院 法院就会去这个联盟链上面呢查看 法院呢可以把这个别人抄袭的文件呢 计算一个哈希值和我提交的存在这个 原来联盟链上的这个哈希值一比对 如果一样就说明它抄袭了我的 因为我的这个哈希值早就存上去了 如果它发现啊 这个哈希值和我早期存起来的这个哈希值是一样的 就说明我很早在某一个时间点就存储了这个文件的哈希值 就能够证明这个文件是我的原创 别人抄袭了我的作品 那么金融合同也可以存储在区块链上作为证据 我们再举个例子 现在网络接待是非常的流行 这个接待的数额通常是不大的 但是这个违约率还挺高的 所以这种小额不还钱的这个例子特别多 数量庞大 而且这种案件的类型都是非常相似的 但是传统的司法裁判的程序耗时非常长 很多法院往往不愿意将这种司法的资源呢 耗费在这种案件上 它案件数量大 但是金融又特别小 所以造成的这个银行机构啊 它的这个网络贷款和信用卡的违约的这些案件 积压非常严重 坏账非常难以处理 因为总是处理不了银行 这个法院也没有太多资源放在上面 那银行可以怎么做呢 银行就可以在发放这个网络贷款支出的时候 就最开始的时候 把这些原始的电子形式的贷款合同文件产生哈希值 用保密这个原始合同信息的方式呢 把这个哈希值存在一个大家都相信的联盟链上 这个联盟链也可以是建立在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腾讯主导开发的这个知识链上面 因为它这个信用比较好 那么这个联盟链呢 也引入具有公信力的监管机构 比如说法院作为节点 这样呢 这些贷款合同的哈希值就同时就在法院的账本里了 如果这个网络贷款 或者是这些在线金融消费这些客户 它违约不还款 那银行呢 可以向法院提交这些原始的合同证据 由于这个银行在储存证据的过程中 把各种形式的原始文件呢 它都统一整理成了一个非常统一的证据形式 存在了区块链上 法院就可以批量的立案了 核查证据的时候呢 就去这个联盟链上查看原始的合同是什么样子 它能够更加有效轻易的判断出客户有没有违约过期 不还钱等等这种情况 它还可以同时利用一些人工智能的方法 批量的审核 这些合同是不是违约了 因为违约它这种条款和合同一比对 其实可以批量的这个得出结论说它是不是违约 违约了多少过期了多少等等 那么所以利用这种联盟链的平台储存证据呢 可以加快这种金融非常相似案件的裁决 主要是依赖了这个银行 法院机构和这个区块链平台的信用 相信他们呢都不会篡盖已经存储的数据 而且这个数据由于有了统一的存储格式 就可以帮助这种大量案件的批量化处理 那法院也就更加快速的处理这些案件了 所以这套系统现在已经在这个深圳前海法院呢 试点应用了 为这个前海法院还有微重银行的这些违约案件呢 提供一个批量化的金融案件的纠纷处理方案 那这些我们讲的两个证据存储的例子 其实都是假设这个联盟链里面的机构 或者说中心化的机构 他们的信誉非常好 使得大家都相信信息储存在这样的网络上呢 不会被这些联盟链里面的机构 或者区块链平台这个技术平台而创改 所以是依赖了这些机构本身的信誉 所以这些应用呢 更像是可靠的数据 在不同的主体间进行交换这么一个应用 就像这个法院和银行在交换数据 法院和企鹅号在交换数据 所以呢 这些区块链上存储的数据 最后是不是能够被法院认定为这个司法证据 是需要依赖这个制度的设立的 就是说区块链上的证据 是否能够成为合法证据 还没有一个非常统一的意见 尤其是这个区块链对于这个合同 是否履行这么一个争议非常大的领域 还不太容易形成非常好的证据认条 所以这是一个还需要我们以后继续利用技术 进行改进的方面